今年黑鮪魚大豐收 價格卻慘兮兮 讓漁民們很無奈 每年的端午節前後 是南方澳黑鮪魚大出的季節 今年的產量也相當不錯 不過到26號累積交易量 雖然已經破纖維了 不過受到疫情影響 餐廳沒有營業 在供需失衡之下 黑鮪魚的價格也是跟著大跌 一味味新鮮黑鮪魚 在漁獲拍賣市場擺滿一地 每年端午節前後 就是南方澳黑鮪魚大出的季節 不過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黑鮪魚價格大跌 價錢很好 那就四餘要一兩百塊 那外面兩三百塊 那四餘要四五百塊 一間最少差一兩百塊 26號黑鮪魚交易量超過120尾 加上前幾日累積交易量 今年黑鮪魚不撈破千尾 不過疫情之下 餐廳關門停業 供銷失衡 也讓黑鮪魚每公斤拍賣價 下跌一兩百塊 疫情的關係 黑鮪魚就超無路啦 是 我餐廳白了之後 超無路 沒辦法 雖然今年黑鮪價格不好 但漁民為了補貼漁工的薪資 還是得每天出海捕魚 所有去漁會出手幫忙 先將部分黑鮪魚加工成罐頭 之後再想辦法銷售出去 今年黑鮪魚大豐收 受到疫情影響價格卻慘兮兮 漁民收入快要沒辦法符合開支 漁會也呼籲政府 比照去年的紓困方案補貼 幫助漁民度過眼前難關 記者李柯彦宇蘭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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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